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伊朗外长扎里夫 5月13日到访北京 北京是他本次外交干选的第一站 接下来扎里夫还想去莫斯科和布鲁塞尔 德黑兰要在川普抛弃伊朗核协定后 挽救这个协定 挽救伊朗的经济利益 伊朗外长扎里夫13日中午抵达北京 他首先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 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 也是伊朗核协议的签约方 扎里夫在北京表示 他希望通过此次访问中国 为2015年的全面伊朗核协议建立一个明确框架 这是在川普撕毁2015年联合国五常 加德黑兰与德国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后 伊朗发动的外交攻势 德黑兰试图绕过美国的制裁 与其他签约国继续执行伊朗核协议 据路透社报道 伊朗总统卢哈尼今天在迪拜表示 如果伊朗核协议中的其他五国 继续履行伊朗核协议承诺 并且在伊朗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 那么伊朗将留下来 不离开这个协议 欧洲正在寻求规避美国制裁 保护欧洲企业在伊朗的利益 伊朗外长扎里夫本次访问北京 莫斯科布鲁塞尔之前的两天 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 以前为所有的规模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 造成11名伊朗人死亡 但伊朗似乎并不接招 德黑兰很可能要避免以色列的欧洲 没有卷入这场冲突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